把握汉字的性质,是我们认识汉字,了解汉字,走进汉字世界的重要环节。 如何给汉字定性,是学术界近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。 古代的文字学家受到时代的局限,只在汉字内部进行研究,没有将汉字和其他文字进行比较,所以也没有对汉字的性质进行研究。 随着西学东建及西方文化的传入,学者们开始对比东西方的文字体系,进行汉字性质的讨论。 关于汉字的性质,你可能会听到这样的一些名词,表音文字,表意文字,表词文字,意音文字,语素文字,语素音节文字。 不要发懵,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观点的主要内容。 表音文字,表音文字说认为,古代汉字,就其文字符号的来源说,也就是从其构形原则来说,它是从象形符号发展而来的。 但是,从它的发展阶段来说,它已经脱离了表意文字的阶段,而进入到表音文字的阶段。 也就是说,这种文字并不是通过它的符号形体本身来表达概念,而是通过这些文字所代表的语音来表达概念。 表意文字 瑞士语言学家索雪尔将世界上的文字分为两类。 他认为只有两种文字的体系,表意体系。 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,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。 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,因词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。 这种体系的古典例子就是汉字。 通常说的表音体系,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磨写出来。 表音文字有识是音节的,有识是字母的,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的。 文字学家王宁先生也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。 他认为早期的汉字是音译而构型的,也就是说汉字依据他所记录的汉语语速的意义来构型。 所以词译和句词而造的字形在汉字里是统一的。 这一点在小传以前的古文字阶段表现得更为直接明显。 表词文字。 王薄熙先生认为,从文字符号所记录的语言单位这个方面来看,汉字应该属于表词文字,因为它的每个独立字符基本上都是音译结合体,即行音译的统一体,是词的书面符号。 译音文字。 上世纪三十年代,徐音来在中国文字的特性中说, 在今日中国文字在其作用上而言,其一代表本字之读音也,为之为音符可也,其一代表本字之意义也,为之为意符可也,在古为之行声,在今为之音译,此音译之文字,为无国文字之特性,或为中国文字为形系之文字,无宁为之为音译系文字。 周有光先生也认为汉字是音音文字,他说,我们的文字,在有记录的三千多年中间,始终是音音制度的文字,古今的不同,只是在行声字的数量和符号体式的变化上。 语速文字。 赵元任先生最早提出了汉字是语速文字。语速是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,能够独立活动的语速就是词。 他说,用文字来写语言,可以取语言里头各等不同尺寸的单位来写。 在世界上通行的,能写全部语言的文字当中,所用的单位最大的文字,不是写句,写短语的,是拿文字一个单位写一个词速。 例如,我们单独写一个读的字形,来写读这个词速。以上是讲用一个文字单位写一个词速。 中国文字是一个典型的,最重要的例子。 它跟世界多数其他文字的不同,不是标音标译的不同,乃是所标的语言单位的尺寸不同。 吕书香先生对语速文字这一概念做了最清晰的阐释。 他说,世界上的文字,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,但是按照一定的原则来分类,也就是按照文字代表语言的方式来分类,可以分成三类。 一类是音速文字,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速。 第二类是音节文字,一个字母代表一个音节,就是辅音和原音的结合体。 音速文字和音节文字都是拼音文字。拼音文字的字母原则上是没有意义的,有意义是偶然的例外。 第三类文字是语速文字,它的单位是字,不是字母,字是有意义的。 汉字以外的文字都只是形和音的结合,只有汉字是形、音、意三结合。 语速音节文字 叶飞生徐通强先生认为,汉字由于种种原因,还维持着异音文字的格局。 它是一种语速音节文字,即每一个汉字基本上记录语言中的一个单音语速。 少数语速不止一个音节,只能用几个字表示,但每个字记录一个音节,如波、离、彷、黄等。 以上这些说法都是学术界对汉字性质的不同表述。 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,不同层次出发,对汉字性质做了不同的论述,如表词文字,语速音节文字,语速音节文字的说法,着眼于汉字所记写的语言单位。 表语文字,表音文字的说法着眼于汉字的表达功能,而表语文字,语音文字的说法着眼于汉字的结构理据。 这些结论虽然措辞不同,但是有些内容并不完全矛盾,而且有些可以相互补充。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出发来认识和分析汉字的性质。 对于外国学习者来说,他们直观上看到的汉字是形体上完全不同于英文、法文等线性文字的方块文字。 这种方块文字内部的构建有上下、左右、内外包围等组合方式。 从构造理据上,汉字不同于英文、韩文等表音文字,属于表语文字。 在记录语言的功能上,汉字不同于日文的音节文字,也不同于英文的音速文字,而是语速音节文字。 为什么说汉字是语速音节文字呢? 早期汉语的语速或词都是单音节的,与之相适应,汉字也是单音节的。 一个汉字正好可以用来记录一个单音节的音译结合体,也就是语速。 后来,由于音节的分化和音译外来词的出现,汉语出现了多音节语速。 要完整地记录一个多音节语词或语速,就得同时用多个汉字。 这时的每个汉字所记录的仅仅是一个音节,而不是语速。 汉字记录语言的非单一性,表现在有时一个汉字记录一个语速,如白、山、水。 有时,一个汉字记录一个音节,如巧克力、咖啡、沙发。 所以我们可以概括来说,汉字的职能就是记录汉语的语速和音节。 好,本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 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